剛剛很有講的話 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覺得台灣和烏克蘭有一樣的狀態 因為台灣跟大陸 烏克蘭跟俄羅斯一起有危險 我覺得為什麼沒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大陸是共產黨 俄羅斯 他們不是說他們共產黨 其實他們共產黨 因為1991年俄羅斯結束了 大部分俄羅斯以前的國家 他們都是講了我們不想要共產黨 他們都是放棄了共產黨主義 可是俄羅斯他們的總統 共產黨很好 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跟你們講 俄羅斯是共產黨的國家 共產黨的國家 他們一直做壞的事情 他們不害群人 他們不害群人 不害群人 因為以前在烏克蘭 也在俄羅斯 也在俄羅斯 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俄羅斯的生活 非常不好 沒有自由 人都害怕 如果別人聽到了你講的話 如果每天跟政府不喜歡的講的話 你就會被淺雨或是打死 所以共產黨一直破壞 宗教 不一樣的民族 所以 我跟你們想講一些 有些台灣人覺得 道路應該很好 因為他賺了很多錢 所以有可能跟他們同意 沒關係 我覺得你們台灣人 不知道共產黨的主義 他們 還非常可怕的程度 我跟你們講的 共產黨的可怕非常 非常高的程度 他們 有些共產黨有一種民事 愛政 他們不能 他們一直想要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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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大陸佔領西藏 殺了很多河山 殺了很多河山 打破了很多苗里 所以 到現在 脫害西藏人 還有 還有 穆斯林 就是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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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會叫的 會叫的人 所以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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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疆 所以 我覺得 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的事情 俄羅斯到了 五克蘭戰爭 因為 所有的世界 人覺得應該 共產黨沒有那麼不好 很多錢 有些人覺得 哦,Putin在这种东西没有厉害,他们没有厉害 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很厉害很多人 有多少人在这种东西,他们都很厉害,他们都很厉害 因为有些人觉得,哦,Putin没有厉害,没有厉害 这些人都很厉害,他们都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教育的问题,你们要教孩子,教别人 如果人欲持有一个国家做不好的事情,你不能跟他一起朋友 因为如果你跟他朋友,你也是一样的 而且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台湾现在也有一点危险 很多人觉得有从大陆的危险 我觉得我的师父,我的师父将有善良的国家不能来战争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安慰你们 我觉得,因为战争来了只是有 有道德败坏的,你懂得的意思不知道,应该有点复杂 所以一个民族想有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的身体不好,来生病就来了 如果有一个民族,如果有一个民族到的不好,也是战争回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听得到了没有 好,这样的,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